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一分钟 每周一到周五更新 女朋友想入手一支加湿器 左看右看眼都挑花了 加湿器该怎么选呢 哥来教教她 加湿器的外壳 若黯淡无光 摸起来粗糙 很有可能是劣质塑料 不仅质量不能保证 长期使用对人体也不好 生活用品 还是选择大品牌有保障 购买时一定要试用 多款产品进行对比 选择声音小的 冷物加湿器 利用风扇式空气与水接触 交换 来增加空气的相对湿度 能耗少 噪音也小 常用的超声波加湿器耗电少 而且安全 能产生大量水物 可对人体有益的富氧离子 但同时产生的钙煤离子会变成白粉 造成液电污染 可以选择用纯净水 蒸流水 或者用直接蒸发型加湿器来替代 冬季人体适宜的湿度为50%左右 加湿器不能不停歇地用 并且要定期清理 因为长期使用 加湿器中会产生细菌 使用方法不当 是会使人得加湿器肺炎的 超市的环境会加重关节炎 糖尿病患者的病情 所以购买加湿器一定要慎重 在屋子里放盆水 也是可以适当缓解干燥的 扫码关注飞雷说 微博微信 陪你舒适过眼东